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们已经继续为大家在现场跟进着九龙太子旺角围景酒店的问题 刚刚也问过一些里面的住客 他们都说要在24号的中午12点前 12点前是24号的中午12点前是所有人要退房的 是不可以再住在这里的 问过一些住客他们都说非常无奈 也都问过一些清洁员工 他说都没得害怕的了 这些状况 他就说是会 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据了解是这样说的 就说 会是那些专才 但你都知道专才 直接下来不用检疫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检疫 不是不是是那些专家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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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内地专家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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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住客 就要24号12点 中午12点前全部都要离开 这里 这里 这样的话 其实已经是说 三间的围景酒店 包括 铜锣湾那间 已经被 国安 是精用了为 国安公署 而 九龙围景酒店 就是窩打路道那间 已经被 内地专家 入住 这一间 好像是 据了解这间 都是说被内地专家 不知道 拨不拨取 但政府 已经派了版精用 据消息子 27号 就开始 精用这间酒店 对了 你老母的臭屁 这次真是 吓家产 等我一会 那么 24号 他说24号 这间酒店的人 全部都要离开 那么 不知道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也多见到 我们见到 尤尖旺区的区议会 一众 林兆斌 阿权 山姐 跟着 朱光伟 等等 肖德健那些 全部都已经是联署了 要求政府交代 现在里面的情况 究竟 要求政府交代一下 究竟精用的用途 转头给你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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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不到了 等一会儿 喂 你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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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看一会儿 我可以 快点 再来 我 在那里 那湾仔好像也有一間遺景 湾仔好像也有一間遺景 但是在這裏來說 已經是第三間遺景被政府徵用 上一間是內地專才入住 九龍遺景酒店 現在這一間就是旺角遺景酒店 其實都見到陸續續繼續 這個位置是繼續站在這裏 一些外判保安 都會有一些外判保安在這裏 現在由尖旺的一中區議員 正在發了一份公開信 要求政府交代 職員也表示了 27號這裏政府是會徵用這裏的 最慘的是一些住客要被迫遷 那裏也都相信 接下來都會有很多事情做 這裏 還有再過一次 如果真的檢疫中心20號 現在你都不知道是怎樣的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檢疫中心或者隔離營 現在其實 你看到對面全部都是住宅 還有學校 這裏又有時鐘 又有兩間酒店 這裏對面又有老人院 其實整件事就很嚴重 整件事是 對啦 很危險的 我今早第一時間收到這個資訊 我就馬上聯絡了區議員 因為要向區議員立刻查詢 那 看看接下來 我們都會為大家跟進 首先 最後變成怎樣 沒有人知道 那但是就 今天晚一點就有直播啦 那晚一點就有直播啦 那晚一點直播再見啦 那就拜拜 各位 我們會繼續密切關注這個 旺角圍景酒店 好 就這樣吧 拜拜